莫菲 你能不能采封怎么样啊 不太顺利 回来调查了之后 才发现手工筑马 真的已经很难找了 现在其实都是 机器批量生产的 机器批量生产 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那是看不出来的 可是仔细看的话 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 那怎么办呀 那能怎么办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继续找筑马 那你好好找 你快点回来吧 等手上这个秀结束了 就回去了 行啊 看你这个表情 肯定是你家唐总给你打的吧 好了 好了 你快去吧 你下次一定要拉你弟弟 给我看看哦 好 拜拜 喂 明轩 宝宝 吓到了 这么着急干吗呀 我又不会消失 因为我想早一秒见到你呀 那下次我要更早一点过来 你是从公司来的吗 是啊 那你这么晚为什么过来啊 我以为你在公司多睡了 可是我不过来我更睡不着了 看不到你就睡不着了 对了 你最近为什么都没有给我 更新你的电台给我停啊 你也知道嘛 我一直在忙 我一直在忙大修的时期啊 这么辛苦 又瘦了 就说你瘦这么开心 是不是 那我说你现在见到我了 是不是就睡得着了 可是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可是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肚子饿了 嗯 那给你煮面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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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眼光这么好啊 找个这么好的女朋友 是啊 眼光真的很好 小心 小心我来 有个只为你唱着 完了吗 我来 你去问你 嗯 俊阳你咱在家吗 莫凡自家走吧 她都那么大了生不动 都看见了 除妆总没看见 我 那也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说你慢点吃 真好吃 面还是生的呢 真的吗 好 那弄 别吃了 别吃了 去煮一下 那你怎么还吃这么多啊 因为这是你为我做的爱心面 你晚上是不是没吃饭 吃这么多 我晚上吃了好多呀 要是让你做的面这么好吃 就控制不住啊 我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 我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 嗯 你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好好照顾自己 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 要健健康康的 我还要跟你在一起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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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跟我在一起好久好久好久啊 但能不能别让我那么辛苦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辛苦了 管我辛苦是吧 哪里让你辛苦了 吃完了面什么都不做了 睡觉了 睡觉 你要不要回去睡 我为什么要回去睡 我想在这儿跟你一起睡 你还记不记得 你第一次到巴黎找我 是为什么呀 那个时候呢 咱们两个闹了矛盾 然后你就跟我玩十字嘛 到处躲着吧 是不是 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唐总年纪丑 是什么时候 我不是记手 是我们两个一起 发生的每一个事情 我都要记得很清楚 真的 这个周六你有什么安排啊 想好了 周六 工作啊 我说工作工作你就知道工作 周六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啊 首先周六不是你过生日 然后也不是我过生日 周六不是情人节 也不是七夕情人节 我就知道 男人都是大骗子 刚刚还说 跟你的谢谢所有都记得 记得什么 妈妈 她心里知道你 只有我你不记得 什么都不记得吗 大骗子 大骗子 大骗子睡着了 我怕对你睡了 您好打扰一下 我想要一份其他米苏 好的 还有杯子可可 谢谢 好的 嘉欣 小曼 等很久了吗 没有 我也刚到 对了 您这么早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没事啊 就找你聊聊天 怎么了 看你小点辣黄辣黄的 没休息好啊 你可别停啊 这不刚订完模特吗 一直在忙 这下雪林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不吃不喝不下饭 我们这些小姥姥也只能跟着 不敢走 你们都订完了 对啊 对了 那天你给我打电话 说了什么设计师的事 怎么说一半就挂了 我今天来啊 就是找你说这事的 你也知道 我们海耀的那帮设计师 那能设计出什么货色了 就算是现在 有人给我的概念图 那他们也设计不出 令我满意的作品啊 所以我想问问你 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设计师 你给我推荐推荐啊 说实话啊 这个概念图 即使拿到了手里 我们也设计不出什么 好的作品来 因为每个设计师 在设计概念图的时候 都查了了大量的资料 这所有的东西 都在他们脑子里 即使我们现在拿到的是结果 但中间的细节和过程 我们都没有 就算是顶尖的设计师过来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我也知道很难 所以我才来找你的 佳希啊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这 要不这样 你亲自帮我这个忙 怎么样 小曼 不是我不帮你啊 这个项目 一直都是莫菲和程杨负责的 我即使不吃不喝不睡觉 帮你出设计图 查资料 也很难做出 你想要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都已经跟朱海婷夸下海口 那现在 这事就这么算了 让他们看我笑话 你现在这个情况 我还怎么跟莫菲斗啊 小曼 要不这样你先别急 等我回公司帮你好好问一问 我 我这上班时间也快到了 我先走了 这事我帮你记下了 那我得你消息啊 你别问了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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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螳涛 好不好 早 坐这 你可算是来了 我再不来我就要得成员了 我不来你得成员 我来了你得什么病啊 都是因为你 还不是你的个人问题 像破盒手高的事吃饮吧 我也想好好吃饭呀 天天这样谁受得了 行吗 我只顾着跟莫菲这段回 都不管我了 能不能大点声说话 叽叽咕咕地干吗呀 大点声 哥吃饭 不就说那莫菲吗 我就觉得奇怪了 雪林多好啊 你怎么不知道抓紧呢 就别管她的事情了 我是她妈我不管吗 她现在又不是小孩子 她是成年人 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我们应该尊重她 你别走 你看 你看 说两句就走了 每次都这样 而且两个都跑了 都是你说的 都是你惯的 早饭都没法吃 你也别吃的 气死我了 莫菲 我说这鸡蛋都是生的 你让我怎么吃啊 不是 不是你说来吃糖心蛋 我我 我有说过吗 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一手吃 姐姐今天这个地上 全都是一层头发 你有打扫地吗 我昨天才 刚刚我去卫生间的时候 那个衣服都堆成小沙了 大帆 我说虽然我是你姐姐 你不要以为我是姐姐 我就会让着你 该你值班的时候 你还是要认真认真地打扫 姐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那个来了 你怎么整个人都炸毛了 我那个来的怎么着呢 我那个来的怎么着呢 开门去 开门去 谁啊 找你的 开门吗 自己去看了吗 你又跟他说一下 我说你这个孩子 怎么都不懂事 非让姐姐走 你怎么来了 怎么来了 今天是我们俩相识的 第两百天 之前我装作 不记得了 就是想今天给你一个惊喜 谢谢 你为什么要等一下 你等我一下吗 你等我一下 不要 你现在就下来 现在已经很美了 等我一下 快接吧 原来他都气得了 你还吃不吃了 不吃了不吃了 你吃吧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自己看不清的 有一周多了 小医生 我女儿这个眼睛 是暂时性的 还是 以后我一直都会这样 方先生 爸爸出去了解一下 放心 好 但是哥哥不好 这哥哥不再没有照顾好你 都是哥哥的错 哥 不怪你 你别自责 我再去了解一下你的病情 你在这儿乖乖等我 我再去了解一下你的病情 方茜脑中的肿瘤体积不断增大 然后压迫了世界神经 所以才影响了失离 而且随着肿瘤的体积不断增大 如果不急遭手术的话 也许会失离了 而且其他方面会受影响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定病人情绪 多陪伴多照顾 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作为家属呢 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过最终的结果呢 还要等到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知道 现在根据方茜的情况 我建议 及时手术切除肿瘤 那切除了还会不会复发 会有些方案的可能 那复发了是不是还要再开路 这一次一次的开路谁受得了 小医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怀疑水平到底行不行 沈月 方先生你不要激动 我很负责任地讲 目前这个方案是最适合方茜的 也是最有效的 那成功率是多少 坦白地讲 比之前的百分之十高不了多少 好 姐 你好了没啊 唐总都等你一个多小时了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你跟他说一下 我再等一下下 我马上就好了 我马上过来 方叔 我马上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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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过去 可放los 我马上上过去 大家喝特别人 就是走 一短步 就走 也可以让我这家里 我fund到你 是 谁啊 进去 明轩哥 你怎么来了 刚接到方叔电话 我就马上过来了 不好意思 还是让你知道了 我爸他就是太紧张了 所以才会这样 你都这样了还跟我哥姐吗 你为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自己一干考着 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 我这个样子 男人突然爽约 十有八九都是有事 我建议你好好地查一下 我说你这十有八九的概率 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我倒没有科学的依据 我就是让你领会一下这个精神 我可是过来人 我告诉你 男人就是世界上最不可信的生活 你说唐明轩呢 他是真的有事 还是假的有事 还是到底有什么事 可要封密查一查 要是这个钢有一点的苗头 你一查 他一顶着 一下 就把那个火苗给扑灭了 我说你可别疑神疑鬼了 我相信他 他不是那样的真正 你就这么相信他呀 我跟你说 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生物 吃着碗里的 下着锅里的 你可不要信男人那些鬼话 再说了 你那个唐明轩多的是女人喜欢 你小心点 我说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还有啊 我今天找你来是陪我聊天的 可不是让你给我添堵的 我说的有错吗 我要是没有我们家程阳 要不看见唐明轩那样的男人 我也要聊一下哦 我说你越说越夸张了 我觉得呀在感情里面 两个人信任是最重要的 而且最近她一直在忙 换彩云烟的事情 大修马上也要开始了 很多事情都离不开她的 算了 算了 我觉得你已经没救了啊 恋爱中的女人呢 就是头脑发热 你是被爱情冲锋的头脑呢 脑残 你可别忘了 我当初是怎么相信程阳的 结果你也看到了 我说我今天找你来 是不想浪费我这精致的妆容 你要是再跌跌不休的话 我就走了啊 好好好 我不说了 行吗 为了你这个精致的妆容 你赶紧吃完 我带你逛街去 让街上所有的男人 都看看你今天 多么的美不一辈子 来 我说我多少遍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倩倩 你怎么又来了 我担心地想过来看看她 你我心里边都特别清楚 你来找倩倩就是为了抵消自己内心的愧疚感 对吗 我再最后警告你一次 永远地从倩倩的世界里消失 永远 你没有资格这样要求我 果然还是关东煮吃着最有幸福感了 是啊 好久都没有吃了 好吃吧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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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他 到底还真是知道你是他女朋友啊 今天的了解要干吗 小姐 喂 明轩 对不起啊 宝宝 我今天 临时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 或者我错了 改天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没关系 我相信你 我现在和都都在一起呢 我们难得出来 然后就在外面逛一逛 这样吧 等我回家之后 我打给你好不好 那你努力工作啊 拜拜 我说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这么简单就原谅他了 我知道他工作很忙 不想给他造成困扰 大老的女人真是难做 不过啊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说一天了 你是想说服我呢 还是想说服你自己呢 喂 雪凌 行 我先马上回来 好 雪凌 明轩 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啊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我怕陆阿姨看见不太方便 这个是我上次说过的 托朋友找到的 国外脑科专家的资料 你看看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就让他尽快飞到国内来 给倩倩治病 应该马上把这个给笑语啊 我觉得这份资料 除了可以成为倩倩的救命稻草之外 也许也能成为 你跟方笑语之间的良药 所以我认为 你亲自给他会更合适 你怎么了 看上去心情不太好 我刚刚从医院回来 是倩倩她又怎么了 她现在已经失明了 失明了 哥 我又想回家了 等你的病养好了 你以后想在家里待多久 我就陪你多久 好不好 我有点累了 那行 我陪你回病房 好 来 旁边坐一会儿 来 旁边坐一会儿 哥 我最近总是会梦到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多快乐呀 倩倩 你现在该想的是 怎么把你的病给养好 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昨晚梦见妈了 他还说他想我了 他还在梦里跟我招手呢 哥 我也想他了 倩倩 我不许你这么说 死亡真的很可怕吗 咱们大半夜的 不了这些好不好 我 你不是说还要去非洲吗 那边的同事还在等着你呢 咱们不能处儿翻会儿 对不对 我还有带你去周游世界 带你去遇到好多好多的好男人 遇到那个把你碰到手心的好男人 好不好 哥 哥 你是哭了吗 没有啊 对不起 我就是随便感慨一下 走 带你回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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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心情不好 能陪我聊聊天吗 是因为妹妹的事吗 说吧 什么事啊 她的病情又恶化了 那医生怎么说 需要做手术 但是风险很大我特别担心 那也要做手术 至少还有治愈的机会 我说你 您乐观一点 不然你妹妹看到你每天这个样子 她也不会开心的 那行了 时间不早了 你一块去照顾你妹妹吧 我又回去了 那你能多陪我坐一会儿吗 真的已经很晚了 我真的要回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在吃关同煮的时候 唐明轩在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 还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说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你因为我不了解她 所以我就要相信你 那你相信她吗 我相信唐明轩 所以不管你出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相信你 方笑语 你干吗 你是疯了 方笑语 我说你到底要干吗 带你去见唐明轩 我不需要你带我去见她 你现在立刻马上停车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你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不胡闹 在你眼里我像在胡闹吗 在你这儿我天天都像胡闹吗 我不管你什么样子 我一次又一次地 想要跟你摆脱关系 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摆脱你对我的纠缠 你跟你纠缠 走 走 莫菲 你没事吧 你没有撞到吗 莫菲 对不起 莫菲 莫菲 别碰我 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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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莫菲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求求你了 我收够了你的莫名其妙了 我是在关心你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你想听实话是吗 我告诉你 我爱唐明轩 不管她做任何决定 我都爱她 我相信她是有苦衷的 你满意了吗 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求求你了 我喜欢你 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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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s 莫菲 雪 麦 莫菲 莫菲 好 通过检查来看 你的身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用再来医院复查了 但是还要注意在家多休息 谢谢您 您能再帮我开一点擦伤的药吗 怎么 我额头这边 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啊 三天两头跟自己脑袋过不去 要不你再多住几天吧 不不不 不用 我保证您是最后一次看到我 读书 是我呀 是莫菲吗 你的眼睛 没什么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 我的病会有一些病发状况 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不说我了 莫菲 你怎么样 你的病好些了吗 我都好了 我今天是来做最后的复查 那我以后 是不是见不到你了 不对 我现在也见不到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我来吧 现在医疗这么发达 你只要乖乖配合医生的治疗 我相信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你说得我都明白 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当死神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还是很恐惧 我甚至连做手术的勇气都没有 呸呸呸呸呸呸 我不许你这样说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就给死神打个电话 你自己听他怎么说 莫菲 谢谢你 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我真的很幸运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虽然以后我不能经常来医院看你 但是我依然会陪在你身边 真的吗 你知道有一个叫喜马拉雅的电台吗 我平时会在上面分享一些自己遇到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无聊的话 就可以去听我的电台 你还有我自己的电台呀莫菲 嗯 手机 你没有手机 晓阳 你手机借我一下 走 谢谢 好了 谢谢 那如果你无聊的话 就跟小杨说好不好 谢谢莫菲 你干嘛说这么多次谢谢呀 我知道 你生病了 会有一些沮丧 但是 你一定要答应我 好好接受医生的治疗 好不好 人生 总是会遇到很多挫折的 我们只要坚持一下 一定可以看到希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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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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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明轩 我答应过倩倩 如果她能康复 方家和唐家的恩怨一笔够小 她一定可以好 我要为你写一首最甜蜜的歌 化解你的疲惫 现在就静静的听着 我要给你时间上最温柔的包容 当你感觉到泪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亲口说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夜 不灭的烛火 我最最爱的你啊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紧收起你烦恼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走你最后的回合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跟着我搭头向前走 我要给你时间上最温柔的包容 放… 倒你感觉到泪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亲口说你也爱我 特洋你在哪啊 我在设计室啊 墨碑套给你曬冶 没有啊 她下午说去图书馆查查资料 怎么 您找她 好的 我没事 你先忙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我最昂贵的奢求 不管地球怎么样穿过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就在您身边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在你身体里面装了定位系统 这怎么了 就是不小心不杂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而且我看过医生了 医生说没事的 那你为什么那么不小心 别说我了 怎么都瘦了 还不是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吃关冬服 别来质疑你的小心情啊 心情还不好吗 见到你就好一点 那剩下的心情怎么办啊 这个要看你表现了 看我表现 那我就好好地帮你治愈一下吧 跟我来 这个就是传输中的包场啊 我早就不玩承包那一套了 可能是他们家生意不好吧 生意不好 好 明天的事 我知道 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才跑不得已走的 对不对 不然哪个男朋友 会为了晃点自己的女朋友 专门跑到楼下才说不一样 好了 今天呢 是我们在一起 二百零二天的日子 那 今天日快乐 今天日快乐 我怎么觉得这几个课都有点不对啊 是不是觉得我抢了你的台词 幸福来得太突然 就像龙卷空 我觉得你就这么轻易地原谅我 是不是想跟我来个大招啊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阴险 我有那么阴险吗 不阴险吗 你说我这求生欲不强 不就早就变成单身狗了 我发现你现在说话 越来越年轻了 本来就很年轻啊 是吗 可是后来和莫大设计师在一起了之后 我觉得自己有点苍老啊 明明更年轻 所以你要感谢我 你要请求一直跟我在一起 这样才能让你永保青春 先把眼睛闭上 干吗 请闭上 好 好 可以了 谁为你永保青春 这是上次你在巴黎给我准备的那些小灯泡啊 好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回巴黎了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做你的爱 就和第一次跟你表白一样 而且呢 只会越来越多 开心吗 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可是我不是很会哦 我也不会 我曾经说过 我并不相信童话 童话 从不告诉我们 住在城堡里的公主 可能活得并不快乐 她也不会说 一腔孤勇的骑士 没能战胜恶龙 反而被深渊吞噬 那些眷恋的青春故事 总是会随着岁月凋零 变成深夜里 一声毫无意义的叹息 现在 我忽然发现 爱情 或许是老天留给成年人 最后的童话 它让你愿意去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个人 会披荆斩棘而来 用最真的心 最深的情 认真地写出 这属于我们的童话 有一位诗人说 人不是活一辈子 也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 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 要感谢耀眼的你 让我人生的许多个瞬间 都变得闪闪发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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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先生 我们仔细研究了患者现在的病情 保守治疗只会延误病情 尽快手术是目前治疗的唯一方案 倩倩 你听到医生说了吗 手术不能再拖了 哥 我都明白 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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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一直在这儿呢 一直陪着你 哥 我的情况我很了解 这个手术的风险有多大我也知道 可是我离开了你们三年 我现在非常珍惜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如果手术失败了 或者是我没有挺过去 我就会失去 失去所有的一切的 所以我害怕 哥 我怕我想不过来会失去你 害我深爱的一切 哥哥对不起你 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伤了 只要你答应手术 哥哥发誓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会一直在的 而且李医生是国外的专家 他见过的病人 或者比你更严重的见得多得多 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手术可以成功的 好吗 哥 哥哥 你能给我点时间 让我考虑一下吗 方先生 出来一下 等我一会儿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 二十多岁姓芳的姑娘 不好意思 这个我不方便告诉你 她变得挺重的 那个你跟我说一下 我看看她好吗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你看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看一下就走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不好意思 算了 算了 我自己找吧 你怎么找到医院来了 我听说你妹妹病了 想来看看她 你认识我妹妹 我不认识 那你探什么病 我认识你啊 笑语 你别误会 我就是来给她拿点水果 多余的话我一句都不会说的 骚扰我不成 现在来骚扰我妹妹 你能不能把时间和精力 放到别的事情上了 我真的只是因为她是你妹妹 想来看看她 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 你不来打扰她 就是对她最大的关心 我打你电话不接 去公司也找不到你 我好不容易知道你在医院我才 笑语 我就是想见你 你就是想跟我谈一下 上次你说合作的事情是吧 你就是想跟我谈一下 我今天给你机会 东西让我看看 什么 不是想合作吗 总有计划吧 设计图呢 等一下 这就是你的设计啊 我真没办法跟你们合作 不然我就成了行业内的笑语了 你们这设计跟明远没办法比 你看过明远的设计图 你也知道 程杨在法国也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设计师 莫菲的水平线我也是心知肚明 你的设计跟他们的设计 没有可比性 我们可以提高报酬的 多少钱都行 在凯曼和明远面前 拿钱来解决问题 可笑不可笑啊 小杨 小杨 艾丽丝有什么需要的吗 你有看见我哥吗 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刚看到他跟一个美女 在楼下讲话呢 他和美女 是啊 可是我看你哥哥的表情 他回到不太开心哦 方先生 哥 刚刚跟你在一起的 是你的风流寨吗 我那有什么风流寨啊 你知道我最讨厌那种 死神烂打的女的 好吧 那我就暂且先相信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 如果你有女朋友 一定要第一时间 告诉我这个妹妹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了 现在袖子会不会有点长啊 稍微有点长 两寸 差不多 好 好 过去吧 又被使唤了 什么使唤不使唤 正常工作呗 你不能老让你自己一个人 跑来跑去的呀 我太容易心疼 没办法 不过趁这个时间 我可以去上个洗手间 太忙了 那你们组怎么样 顺利吗 还行吧 不过每件衣服都得改 没完没了的试衣服 没完没了的改 再这样下去 都有可能改不上后面的彩排 改不上彩排 那倒是挺耽误的啊 谁说不是呢 连续花还有好几个腰杆 你先帮我拿一下 我去一下洗手间 好好 好 这个里边的衣服有点肥 你给它找个腰带吧 夏总监 沈佳希你去哪儿了 不知道今天有多忙吗 我来我跟你说 我听说成设计室那边 出些问题衣服 很有可能改不上 我对别人的工作情况 并不感兴趣 赶紧干活去 那么多事情都没做 咱们换套衣服吧 这衣服改得还可以啊 嗯 这衣服改得还可以啊 这衣服改得还可以啊 嗯 这衣服改得还可以啊 别动 别动 扎扎你啊 还动 别动啊 你说你给你姐是亲生的吗 好 你姐能再帮我水带一天 你可好 这会儿给小猴子来动来动去 我还有她那定力 当水博学练体育 一块儿啊 回头给你弄一下 好 我跟你讲啊 我今天可是跟你弄了好几身衣服 让你试了 一会儿就好好试试啊 嗯 行 艾利斯 你最近睡眠好差啊 喝一杯热牛奶吧 可以安神 你放在桌子上吧 我一会儿自己喝 哦 对了 上次 莫菲给你下的那个电台 能给我听一下吗 哦 哎 还真有一条新的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鸟王国里呢 有一堆神奇的火焰 传说 只要跳进这个火堆里面呢 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乌鸦刚靠近这个火堆 就被呛得受不了 为此 它失去了美妙的声音 安神 面对滚滚热浪 最终也选择了放弃 结果尾巴就被火焰烧焦了 凤凰 它又丑 又爱 甚至不会飞 可是只有它毫不犹豫地跳进了火堆 浴火重生的凤凰 从此拥有了最华丽的羽毛 和最动听的歌喉 以及 永不衰亡的生命 其他鸟儿就纷纷问 为什么凤凰可以勇敢地跳进去呢 凤凰说 在我跳进火堆之前 已经是我最差的时候了 如果有机会重生 我又何惧死亡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祝大家有个好梦 这个水杯你拿好 我去帮你拿个毯子 嗯 嗯 嗯 你 你猜猜我是谁 你是 莫菲 对啊 怎么感觉你有一点失望啊 才没有 莫菲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我了 我今天刚好休息 而且我想你了 走吧 带你去转转 莫菲 你的电台我一直都有在听 每次听完你的电台 我都睡得很好 你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了 看来我现在要改行做催眠大师了 还有谁这么说啊 是你的王子 看来 你都听了 你的电台不就是给人听的吗 可是 大家也不知道我是谁长什么样子呀 莫菲 我特别羡慕你说的那种 惦记脚尖 就能触碰到的幸福 所以 你的那个他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所以 他 其实我觉得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际 而且他这个人呀 对人都冷冷的 就是一个极冻的冷鬼 所以我之前还有一点讨厌他呢 那后来呢 后来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中国元素 都很热爱 所以就有机会 让我们慢慢地越走越近 但是你也知道的 想接近太阳的星星 和之我这一个呀 我们中间隔着银河和月亮 所以啊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两个 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就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呀 他勇敢地站出了一步 拉着我的手 让我看到了他的 决心和态度 然后 我们就突破了层层阻碍 就 就在一起了呗 所以 你的太阳为了你 放弃了整个银河和月亮 嗯 最后选择了你这颗 默默无闻的星星了 莫菲 也真的好幸福啊 在我看来 你一定是他心目中 最亮的那颗星 我这个大胸口都要被舔死了 行了行了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那是一场 无奇而终的单恋 没关系 不想说我们聊点别的呗 其实 这件事情已经在我心里很久了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说 我们两家关系很好 他比我年长几岁 所以 从我一出生他就陪在我的身边 我们可以说是 青梅竹马 能当户对 他很疼爱我 甚至比我的亲哥哥还要疼爱 每当我遇到什么事啊 他都会替我顶着 渐渐的 我长大了 我发现我对他的爱 不仅仅是兄妹的那种 我甚至幻想有一天能够穿上婚纱 跟他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 恰巧他妈妈也很喜欢我 于是就来我们家提亲 当所有的人 都希望我们两家结合的时候 唯独他反对 为什么呀 就爱情来衡量的话 他根本不喜欢我 只把我当妹妹 当时的我还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我就夫妻离家出走 一个人去了非洲 断了和这边所有的联系 在那边一待就是三年 那他有没有去找过你啊 应该也找不到吧 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 不是单纯的爱情 也不是单纯的友情 其实现在看来 我觉得他当时不是在逃避 是一种对我的保护 他是害怕 伤害那个脆弱的我 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 也不一定会幸福的 他现在也对我很好 他会经常来看我 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 我已经很满足了 爱丽丝 你看你这么善良 那你喜欢的人 也一定很善良 你也是 喂 什么 你来医院了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好好好 那我马上过去啊 拜拜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要走了 没关系 你先去忙你的 我们改天再聊 嗯 那我先走了 你照顾好自己啊 好 别让你的王子等急了 赶快去吧 哎呀 那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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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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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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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安好 便是晴天 你是学画后的那片荷荒 你是 你是 马赫 你 是 再是那一滴头的温柔 他 但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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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